因為我好像很喜歡的笑話 我一直在笑 我好像很年輕的笑話 我好像很年輕的笑話 新年快樂 這一次我自己一個人來日本讀旅 趁著過年的時候 想說來這邊放空一下 這次住在惠比壽 因為我其實很晚很晚才決定 要來日本過年 這一區非常的不熟悉 但是這附近就是離代官山 還有中暮黑都蠻近的 剛剛有去車站附近一間小小的咖啡廳 蠻好喝的然後也很可愛 叫做Joe Talk Coffee 我這一次是獨旅人 但是還是要有一些影片啊 照片 所以我剛剛第一次呢 自己使用的腳架 不是我平常那種小腳架 是真的蠻大的腳架 然後架在馬路旁邊 在裡面拍一些片段 尺度要蠻高 但也是一個新的體驗 現在人已經來到代官山 然後我在網路上有看到一間 專門賣瓷器的店 然後是那種白白的感覺 蠻素雅的 應該在這棟大樓裡面 但目前我找不太到出入口 看起來都沒有人 然後來找一下 名字叫做Yumiko Yihoshi 從外觀看起來 感覺就是我會喜歡的店 店裡面沒有很大 但是整個空間就是蠻舒服的 然後我剛剛一進來 就立刻看到這個滑氣 有點胖胖的好可愛喔 它這邊的風格看起來 有一些跟小氣會進的東西 有點像 很日式的這種瓷器 馬克杯的把手 很可愛 薄的但是做的很寬 可愛 要來這一間吃甜點 Golche Takubo 店裡面非常非常的小 只有一點點的展示空間 品項有一些禮盒啊 然後這個應該是泡芙 可麗露 還有它最招牌的肺南雪 布丁 然後還有一些飲料 包裝長這樣子 蠻可愛的 因為我今天只有帶很大的腳架 所以接下來都是一些很奇怪的視角 可愛 嗨 它是剛烤出來的喔 溫溫的 然後這個是原味 感覺還蠻脆的 好好吃喔 卡滋卡滋卡滋的 然後裡面好嫩 它很濕潤 非常的濕潤 我覺得它這個裡面應該是帶有一點點茶葉吧 或者是香草籽嗎 有可能嗎 放這麼多嗎 巧克力的 恩 也OK 但是我覺得原味的比較驚豔一點 但是它的口感呢 一樣是做得非常的好 最後一個 包裝真的很棒 我吃可麗露呢 最在乎它的外皮 要蠻脆蠻硬的 最好就會刮口腔的那種 我最喜歡 恩 恩 很好吃欸 香氣蠻足的 然後 這一款是有一點酒香的 剛剛蠻幸運的 我去的時候 沒有人 然後 也沒有等 我一出來 後面開始很多人 然後他們大家都在擺一堆 solo trip的 好處嗎 現在要前往 嗯 也是 戴觀山 周遭 驅光一光 這邊真的很陌生 沒有來過 戴觀山這裡 跟平常常去的 澀谷啊 遠足 或者是表山道的氛圍 非常非常的不一樣 這邊很安靜 然後 有人潮 但是 並不會 覺得很不舒服很擠 像我現在 後面 都沒有什麼人 但是 就是 店的位置 就會稍微比較 分散一點點 然後我覺得OK啦 就是 這樣子走一走 這家Number Sugar 蠻紅的 然後 我之前有吃過 也覺得還不錯 店非常的漂亮 這裡的糖果 竟然是這樣子白的 然後有好多口味喔 我已經忘記 我吃到的是哪一個 但是 印象中是蠻好的 現場已經全部都賣完了 生意超級好 但它外面呢 還有一個販賣機 所以還是可以買到一些商品 也太會射擊了吧 超級可愛的耶 就這樣擺在店門口 正式來到中暮黑了 終於 其實我覺得從代官山到中暮黑這一整條 大概兩三公里 就是一個很舒服的逛街的路線 然後 現在要先來旁邊有一個很紅的咖啡廳 叫做 Side Walk Stand 就是這一間在轉角 裡面也是小小一間 然後有賣一些自己做的東西 喔 蠻濃的喔 蠻濃的 蠻濃的 會知道這間Side Walk Coffee呢 是因為 冠西好像 有來東京都會去 叫人家冠西 好像跟他很熟 可是我真的已經遇過他兩次了喔 一次在台北 然後一次在東京 這邊的地形呢 就是有一條河流 然後兩側有一些商店 蠻舒服的 它兩側河流岸邊都有總數 所以整體的氛圍就是很愜意 很悠閒的樣子 下一站是這一間 ELDK Appointments 也是一個玄霧店 感覺蠻可愛的喔 有我的命定子 不願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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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ELDK呢 蠻有意思的 它就是在馬路的兩邊隔 有一間店 然後一間是以女生為主 另外一間以男生為主 它的選物我覺得很有自己的風格 大部分都是 比較小眾一點點的品牌 但是都是選那種質料非常好的 或者是剪裁好的一些牌子 還蠻值得逛逛的 基本上我覺得 不管是代官山還是九幕黑這邊 大部分還是屬於日潮品牌居多 所以喜歡日潮的人 就可以來這邊走一走 但是我覺得整體的逛街的體驗很棒 因為很多咖啡廳 然後餐廳也是 因為我現在在一個斜坡上 非常的穿 另外就是空間跟人潮是非常舒適的 這整個街都很大 沒有什麼人 舒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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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